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8月15日晚,阿富汗首都赫布爾經歷了一個可以寫入歷史的時刻 托尼班進入赫布爾,並控制了總統府 總統加尼連夜出逃海外 在阿富汗一夜變天之際,曾經在這個地區投入了大量資源的美國和英國在做什麼? 英國每日電信報就爆料,英國首相約翰遜在當地時間8月16日一早開始 就試圖跟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討論赫布爾淪陷的問題 但他一直都找不到拜登,被拜登拖了長達36小時後 兩個人最終在倫敦時間8月17日晚的10時才通上電話 約翰遜在電話中促請拜登不要犧牲過去20年在阿富汗取得的成果 報導指拜登事前不溝通事後玩失蹤的行徑 令英國首相約翰遜和多位部長感到震驚 一名英國內閣大臣認為,拜登這樣做與約翰遜形成鮮明對比 約翰遜一直在與歐洲領導人保持聯繫 並呼籲召開G7領導人緊急會議,討論應對方案 這名英國內閣大臣還說,美國本應該在聯合國和G7發揮領導作用 但坦率地說,目前英國比美國表現得更多領導力 當然這段內幕消息透露了很多訊息 第一,一看就知道了,這是英國首相府爆料 說到約翰遜很威猛,好像是G7聯盟的盟主那樣 第二,這暴露了一個現實 就是當美國自己立立聯的時候,真是當歐洲無道 就算是好兄弟英國,連電話都不聽 想一想英國過去對美國真是跟車好貼 美國要他反華,他就反華 要他出兵中東,他就算北約不出,英國也會跟著出 結果換來拜登冷待,國際政治真是好現實 第三,從消息的曝光,顯示英國政府很不滿拜登政府的做法 故意放出消息,到下星期G7領袖召開視像會議的時候 會聯合其他成員國向拜登施壓 英國的脫歐派領袖,英國獨立黨前黨魁法拉奇 公開評擊說,拜登對待約翰遜 對待其他北約盟友簡直是滅視 在赫布爾被塔利班控制了48小時 拜登也沒有跟其他世界領導人通電話 所謂的美國回來了,只不過是一個令人作嘔的笑話 他還質疑美國還是不是英國值得信賴的盟友? 對於這些批評的聲音,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反駁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歐洲領導人進行了大量通話 他還辯解說,美國在阿富汗成功完成任務 這是美國和北約盟國一起完成的 美國在阿富汗的所有行動都是和北約盟國密切協調的 多位前英國駐美大使都認為 過去一個星期突顯了拜登和約翰遜之間的緊張關係 但也有人認為這些擔憂被誇大了 曾經在2012年至2016年擔任英國駐美大使的韋斯特馬科特說 英國不應該為拜登在第二天才覆電話給約翰遜而感到擔憂的 始終其他國家的政府手腦都沒有接電話 但由此英國也應該要意識到 在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決策上 親密盟友會知情但不是徵求意見 而曾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間 出任英國駐美大使的達羅克就說 儘管英美的武裝部隊和情報機構之間的勞固關係依然存在 但他認為這場爭議表明了 兩個人關係實際上並不是十分密切的 而至於曾經在1997年至2003年期間 擔任英國駐美大使的邁耶迪都說 拜登這樣做打破了英國政府 對英美特殊關係性質的普遍看法 他還暗示拜登對阿富汗撤軍的處理 可能使得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的私人關係 跌至25年來的最低點 8月18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阿富汗局勢進行了緊急辯論 不同政治派別的議員對拜登發起了前所未有的譴責 評擊他在阿富汗撤軍問題的處理上是災難性和可恥 英國保守黨議員、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陶根哈特認為 阿富汗事態是自蘇伊斯危機以來國際事務中最大的災難 直至上星期日 拜登在舊世界仍然被認為一位偉大的國際政治專家 但星期一 歐洲人對他高超專業水準的信任已經大大動搖 美國政治部說在舊世界很多人眼中 阿富汗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情 繼續並且加劇了特朗普所開啟的西方集體和他價值觀和利益的削弱 德國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勒特根在評論哈布爾事態時說 阿富汗所發生的事令他感到恐懼 美國軍隊闖絕地撤出是美國現政府一個嚴重和影響深遠的失誤 這個將會從根本上損害西方的政治和道德形象 勒特根是德國基民蒙德高望重的人物 他與拜登相識已經有幾十年 過去一直對拜登擔任美國總統的前景持樂觀的態度 德國對阿富汗的反應這麼大 因為德國人對待阿富汗戰爭非常認真 他們將這個看為是向整個世界 以及他們自己證明德國已經改變的一個證據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批德國軍人 首次參與的境外行動 在推動聯邦國防軍參與阿富汗行動的時候 當時出任總理的斯羅德 甚至是拿政治生涯在冒險 提出了對政府的信任問題 柏林還向阿富汗投資了數百億歐元 並且收容了幾千名阿富汗難民 難民問題是現在歐洲最擔心的議題 曾經在阿富汗協助過美國和北約的阿富汗人 現在都非常憂慮 很大機會會爆發逃亡潮 而美國和北約還要面對到以上的問責 英國衛報就報道 英國駐赫布爾大使館一百多名的阿富汗警衛 日前就已經接到被炒魷魚的通知 而這些警衛還被告知 由於他們屬於外判商 僱傭性質 因此是沒有辦法享受英國政府的保護 8月14日 阿富汗塔利班冰臨首都 赫布爾城下 赫布爾之外 阿富汗所有主要城市都已經被塔利班控制 當日晚上在阿富汗警衛人員的協助之下 英國大使館的外交人員安全抵達 赫布爾機場準備撤離 但是當這些阿富汗警衛完成護送任務之後 其中一些人接到僱主的電話 說鑑於英國大使館將會關閉 英國不再需要他們的服務 這些警衛還被要求 退還配發的電腦、防彈衣和對港機 面對這樣處境的阿富汗警衛一共有125人 他們受僱於加拿大一家護衛公司 為英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提供保安服務 其中多數人都是男性 大約有10名女子負責對女性來賓進行安檢 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已經收到被解僱的非正式通知 報導說很多警衛都感覺到自己被英國官員和僱主拋棄了 有一些警衛已經為英國大使館工作了十幾年 由於擔心生命危險 很多人都已經是躲起來了 一個警衛就抱怨說他們在前線做最危險的工作 保護英國官員的安全 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 如今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很糟糕的景地 不單止自己、連家人都處於危險之中 除了這125個警衛為英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服務的還有一些翻譯 以及其他工作人員 累計大約有160人 這些人曾經向英國政府實施的阿富汗重新安置和援助政策專案提交過申請 但除了21名的翻譯人員之外 其他人的申請都被駁回了 英國政府說他們沒有資格獲得英國的援助或者保護 因為他們並不是直接受固於英國政府 而是通過承包商為英國工作 衛報就提到其實早在幾十年前 英國政府已經將所有駐外使館的保安工作 美國今次在阿富汗打輸的不單止是一場戰爭 更加可能輸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也令到歐洲國家尤其是北約受到拖累 這個故事也提醒全球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做事 隨時都可能會被過橋抽版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詞曲 李宗盛